民进党主席卓榮泰呢 在今天下午陪同了台北市内湖南港区域的立委参选人 也就是议员高家瑜参访了台北创新实验室 两个人在会后受访 卓榮泰强调他会投给高家瑜 高家瑜则被问到说明天要发表的新书 相信自己由台北市长柯文哲 还有行政院的前院长赖庆德来写序文 为什么没有找总统蔡英文呢 对此高家瑜停顿片刻之后笑说 这个挖勒 又解释说想到是总统很忙 所以才没有麻烦总统 还强调说可以当中央跟地方 蔡柯懒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高家瑜迎接党主席卓榮泰 但接下来这话题可就让人尴尬 今天跑很多地方 看你早上新闻 又去吴斯堰北投市场 然后很自闻 两人一大一唱看似有默契 但浮选行程可就令人不解 中央泰台北公开行程从立委参选 吴斯堯何志伟吴英农谢佩芬 就是没有看到高家瑜活动 最后却是高家瑜媒体群主 自己发和主席的行程 不过我全国七十三个选区的总动员 只有这一区我是有票可以投的 我的票就要投给高家瑜就对了 我的票就是投给高家瑜的 就怕误解越来越深 游龙泰赶紧打原厂 还有更伟妙的是高家瑜新出发表会 却只要台北市场柯文哲 对于高家瑜参选立委 总统蔡英文强力辅选 但高家瑜不但在初选时 选择力挺前世政院老赖清德 和近来屡屡对蔡总统开炮的 科务者关系也不耐 两个人之间难道不会尴尬吗 高家瑜要当柯文哲 蔡英文之间的桥梁 但民进党现阶段 眼前最重要的是抢下立法越过半 面对民众党角逐立委 这桥梁恐怕难以搭建 记者李世达 潘映宏特别报道